现在是几点钟 现在是晚上八点 我们现在在市中心的医院 来干嘛呢 陪我爸打针 他今天运气特别好 给狗咬了 然后我找了一天 有没有狂犬疫苗 然后找到这家医院 24小时的 他们说有狂犬疫苗 过来打打看 来体验一下这里的针怎么样 然后我们现在在车里面 因为他那个 是要到急诊里面去打针 然后呢 我跟我老婆现在吸狱还是不行 所以只能请了一个会吸狱的朋友 陪我爸进去 大家看一下就是 这边就是急诊 然后刚才我们是在这边的门诊 他说晚上了就有急诊 然后现在医院的急诊 这边人还是挺多的 一直一直有人 有抱小孩的 有抱婴儿的 业务挺繁忙的 从刚才到现在过了两个小时了 我爸在那个 急诊里面两个小时了 我真的就过来打个针 然后里面的朋友跟我说 先进去脱光了 脱光了检查一圈 然后 然后去拿针 拿疫苗 拿了半天 然后现在说 好不容易打完针了 要等三十分钟 看有没有医药 天呐真的不知道 还以为是出了什么大事了 在急诊里面这么长时间 到家了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半了 距离我们出去打针到现在已经四个小时了 我们本来只想打一个狂犬疫苗 但是那医生给我把来了两针 一针是狂犬 一针是 破伤分 加破皮 加咳嗽 三合一 然后这个医生 这个应该是护士吧 还是工作人员 就开账单 开了也很久 就是一会儿有人进来打断了 然后他就重新过来 然后过来之后 他又没有办法连续 就是说延续他刚才的那个步骤 他要从头开始 然后过来一个人打断一下 他又要从头开始 然后最后总共是花了92块 和大家说一下 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这样 我爸今天下午出去 为了扔一个玻璃瓶 然后一出门 被邻居家的一只小狗咬了 咬了之后呢 就是邻居家 邻居家又表示很抱歉 然后带着我爸 下午先去了家附近的一个诊所 去把伤口处理了一下 就消毒啊什么的 创新创处理一下 然后处理之后 我说那你们这边 有没有打狂犬疫苗的 然后他们说没有 他们说就是这边 反正所有人答复 都给我就是不需要打 但我只是觉得 因为狂犬病这个东西 他是没有办法去跟他赌博的 知道吗 虽然他们说这里很多年没有过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像 是硬币骰子一样 你是100次正面的 不代表你101次还是正面的 然后另外就是说 我只是网上稍微搜索了一下 我问了一下掐几笔题 他跟我说 厄瓜多尔 最近一次发生狂犬病死亡 是在去年三月份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 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这个事情没法赌 然后再加上敢巧不巧的 这边明天是五一放假 所以呢就是 问到了这家医院 他是24小时有在打 所以就赶紧去打 我们现在是第三天 然后第三天我们换了一个地方 打第二针这个矿泉疫苗 因为那个医院的效率实在太慢了 所以我们找了一家 也可以打这个疫苗的 算是一个诊疗机构吧 反正就是这个名字 上次你有两针 其中一针是这个 你应该只记了另外一针 谢谢 謝謝